在台南的電視頻 台南有時間來參觀台南的美術館 這也是我們台南很引以為要留一個句點 是不是台南下這次保證上午的行程都是國務館 為什麼 是一樣 前面看錯一下 大家知道台南是文化古都 那我們看到這個地方不只是人文繪催 而且各方面更有新的進展 像今天的文學館、美術館等都是 那黃市長在開宴會後一直邀我 那我們的李孟彥秘書長也當過代理市長 所以對於這個館在由蔡總統跟賴前院長一起主持開幕 至今我就一直想來看看 那今天剛好有這樣的機會安排 特別來百聞不如一見 也希望全國國人同胞都出來走走 利用假日看看文學看看美術看看台灣的美 我還是請韓市長專心守住高雄 因為現在全台灣本土病例登革熱通通在高雄市 不但持續在增加而且情形令人憂心 甚至於沒有看到專心登革熱防治有效 卻鬧出所謂的小三通首行的笑話 一級主管雖然已經道歉 但可以看出整個高雄市政府該做的沒做不該做的亂做 所以話也不必再多講 應該專心治好 登革熱才會讓高雄市民的期待不落空 也不會讓周邊的城市擔心文子 登革熱的疫情往外擴散 您今天難得來台南是不是也會去找一下賴清德先生呢 我和賴清德院長通過電話也約了他 那時間要等賴清德院長安排好 我們會見面大家老朋友 他的心情我非常了解 這個過程我也有經驗 也許正可以分享大家可以談談